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者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一切众生与法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先念《妙花莲花经》的传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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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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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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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会解决的 忠实的人 如果你是否放置 você可以解决ку的 忠实的人,将语ана 你就再接决于的是宝语 实际上一个读意读中的 除了一些难以论子 要不给你读意读中的 还可以非常难以为你读意读中的 你的读意读中的读意读中的 rh feeds你的读意读中的 这种读意读中的读意读中的论 您用意读中的 再留意读中的读意读中的读意读中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整个讲的时间讲的过程当中需要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所以你们有些是可能来朝拜或者来旅游的这些人 如果不听的话刚开始你就可以回去了 正在讲的时候中间起来走不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前面从今天开始五千个非法器都已经离开了 所以可能有些不信仰的或者身体不好的 我们刚开讲的时候你回去也可以 一般来讲佛教当中的讲课从开始听闻的话 最好是圆满一节课要圆满因为每个人的业力不同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一步法全部要听圆满的话 可能现在也有一定的困难 如果实在没有时间的话那么到中间的时候 中间走过可能不太好 我们可以 可以 让 www.hellof.mo.se 我可以 roc set quand Lionauds 我可以 听人家说 第一的话 其我给我们做过要学 информ的 在给 aqui 两个人啊 虽然一来 虽然 帮我лzą你们这个样子 如果有理你的就 exchange 定义 governor 超越了 那顿经营pose Sie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妙华莲花经》 讲到第二品当中 前面佛陀以长行文的方式来 讲了甚深妙法的整个过程 那么现在用偈颂的方式来重新跟大家再讲 昨天前面说 受过佛不求究竟的涅槃 也可以叫增上满德 还有一部分 就是说自己在修正的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证悟 认为证悟 这也是一种增上满 上面讲了增上满的情况 下面我们讲到以偈颂的方式来说 如果佛陀告诉诸眷属 比丘和比丘尼他们有些怀有增上满 我们前面讲了 所谓的增上满 自己认为自己有智慧的 有信心的 甚至自己是佛教徒 包括修行人或者出家人等等 就这样的但实际上如果按照佛经的要求来衡量的时候 自己根本没有这种境界 没有这种资格吧 这样的人叫增上满 所以有些比丘和比丘尼也是怀有增上满的 还有有些有婆舍和有婆义 有些有婆舍带有增上满 傲慢的 有婆义不信对大乘佛法 对《灭花莲花经》不信 可能有些刚开始有信心 但后来因为他的信心是不稳固的 动摇性的 这样的四种弟子实际上有五千个人 这五千个人自己就不了知自己的过失 而且自己所行持的戒律也怀有垂落 也就是说戒律也染污 戒律也是不清净的 见解也不清净的 并且他们拼命地护持自己的一些毛病 四肢不悟 因为有些偏见非常可怕 不管是什么人 如果自己认为这样是对的 别人怎么样讲道理 甚至佛陀面前 也是当时有很多很多没有信仰的人 也有增上满的人 而且对佛语也不但不信仰 进行毁谤 这样的五千人 也是他们拼命地隐瞒自己的过错 自己的这些假疲或者自己的过失 有些是因为自己戒律也不好 自己的见解也不好 过失也经常隐瞒 看不到别人的功德 这样之后没办法停下去 没办法接受大乘佛法 后来他们就退出了 佛陀说具有很小智慧的这些人 已经抽走 已经离开了 其实这是很好的 确实在佛陀时代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 刚开始进入这样大法的时候 可能有些各方面因缘不具足的已经离开 离开的时候佛陀也是善哉善哉 非常赞叹 才是他们的离开 因为他们的离开以后 一方面他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生邪见 而且他们也没有诽谤佛法和佛陀三宝 这样避免很多过失 避免很多罪业 这样也是很好的 我们以后不管是在任何环境当中 如果听受一些佛法 传授不管是圣文成的法也好 或者大乘的这种法 有些人可能确实是刚开始有信心 但到最后就没有 或者有些人刚开始的感觉不太对的 这样的时候退出也很好 这个法师也应该允许 不能说你听完课以后不能退 不应该这样 让他退的话 对他个人来讲也是非常好的 包括我们这次讲《妙花莲花经》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次可能讲的范围是应该 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听众应该算是 可能历史上是比较多的吧 我不敢说是非常多的 但是因为现在主要是网络时代 再加上我们所接触和认识的人比较多 这次很多人都很有信心 很有关心 但这个当中不少的人可能也有各种分别念 这也是很好的 很难免的 从中也可以看出很多人的信心也好 智慧也好 还有各方面的一些心态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因缘 佛陀时候退出五千个人的话 我们末法时代的时候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 给别人传讲《妙花莲花经》的话 全部退来也是我觉得也应该觉得 因为自己知道是怎么样的 我们很多人也知道跟佛陀和菩萨相比较起来 是什么样 大家也应该清楚的 所以说有时候这种缘起也是非常好 那么刚才也讲了 佛陀告诉四种弟子当中 退出一部分就很好的 佛陀说 所有的纵会之众退出的这些人造抗 也就是造泡和抗壁之类的 这些因为平时并没有特别的闻思修行 那么这些人在佛陀的威德下 没办法一直待下去 在这种因缘下 因为佛陀具有特别威严 在这种威严下 没有福报的人 没有因缘的人都没办法待下去 最后只有退息 没办法的 所以像这些人 有很显少的福报 他们不可能接受这样非常甚深广大的妙法 所以这以上讲到了整个法华大会当中 部分信心不稳固的 具有傲慢性的 具有智慧不太甚深的 这么一部分人在这样的时候 他会退出的 所以佛陀当时也是非常赞叹 接下来佛陀在这个纵会当中 没有职业 也就是说没有随之禅业 或者没有智之业业 前面也讲了 现在在场的这些人 应该说是实实在在的 真实地所发起 有信心 有智慧 有这方面的因缘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讲任何一个法 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 各种无法接受的 包括藏传佛教当中的一些密法 也是这样的 南传佛法当中也有很多甚深的法 这些甚深的法讲的时候 很多大德在开讲过程当中 也会有不同的人的心态 这些人的心态 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为的 还有我们人心跟其他的非人也好 前世的因缘也好 很多复杂的因缘聚合 这个时候出现真正大法的时候 我们在密法灌顶的时候 前面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仪式 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到最后 所发起全是很真实的 很清净的 佛高手舍利子 你们应该敌听 佛陀所得到的法 也可以说千百万劫当中 佛说无数苦心 六多万心而得到的这些法门 有无量的方便方法 佛陀对众生宣说 不是一般的世间人给别人讲话或讲课一样的 我们可能不知道众生的根机 很直接的 最终可能不一定对众生有利的 佛陀所宣说的 表面上看来可能暂时对他无利的 暂时对他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退息等等 最究竟来讲 对他非常有意义的 通过各种比喻 言辞 因缘来诠释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利于众生的 所以他以无量的比喻 对众生宣说甚深的妙法 而众生心里面所念的各种各样复杂的意念 还有众生有种种的行为 每个众生的行为也不同的 还有若干的 许许多多的 有一些欲望和个性 而且每个众生在现世当中 在现前 他们造的善业 恶业等等 凡是众生的分别念 众生的行为 众生的欲望 心态 还有他前世所造的善业 恶业等等一切的一切 我们一般的声闻和言觉 都是没办法知晓的 但是佛陀全部都是一一知晓 正因为这样 他给众生讲经说法的时候 以种种的因缘 比喻 言辞 利方便利来 让众生暂时和究竟获得满足和欢喜 获得快乐 这就是佛不可思议的智慧力 所以恐怕你不了解佛的功德的人 也不一定是信这些 有时候我们看到 网上的有些语言 他可能因为网上的有些语言 没办法 什么人都可以上 所以众生的心态和烦恼 都是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话 可能正面很多人的一些信息 尤其是修行人 很多修行人 他不一定整天都在那上面 很多负面的一些 甚至对佛陀的有些 包括他的方便力不够 智慧不够 甚至有些人说 我跟佛陀一模一样的等等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什么样的语言和什么样的言辞都有 但是最重要 自己首先要对佛陀的 真正圣光的法门 需要内心当中获得的定解 如果我们有了定解的时候 哪怕是成千上万个人对佛也好 对佛法也好 或者对传承上师也好 对教派说什么的话 就是不会动摇的 如果自己没有获得了一个坚固的信心 随时都是可能摇摆不定 这就是一个规律 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当时佛陀能了知 所有众生根起的原因 他以为种种的方便和 种种的比喻 和种种的一些开始方法来 让众生暂时究竟获得解脱 那么众生对宣说的方便方法上面有哪些呢 我们经常说的是三藏十二部 十二部当中 他这里好像有讲了几部 我看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下面我说的是九部应该是这个 三藏十二部当中其他的 我们十二部在《大乘经传论》的时候 也给大家介绍过 我这里不介绍 所以他这里有几部 一个佛陀以三家方便的那些法门呢 一个是修陀罗 修陀罗是梵语 主要是以长汉文 我们经常说的《七经》 佛陀经常讲一些因缘巧合的经典 这个叫修陀罗 《四阿汗经》也是属于《七经》当中的 第二个叫做切脱 切脱完全是用颂词 偈颂的方式来宣说的 就像《法聚经》有一些经典 他完全以偈颂的方式来宣说 然后本师 佛陀讲很多比如说 圣文 阿罗汉 菩萨他们的故事 他的弟子当中前世的种种因缘 后来他们是怎么得过的 怎么利益众生的 这些状况叫《本世经》 佛经当中也有一个叫做《本世经》 还有《本圣经》 《本圣经》就像《百华经》里面讲的一样 佛陀自己在前世 《多圣累劫》当中 如何布施 如何持戒等等 有很多《多圣累劫》自己的功德和传记 这个《佛经》当中也叫做《本圣传》也有这样 还有《未曾有》 佛经当中有很多特别稀有的 为了利益众生 现实种种身边神通的 《未曾有》 《习有》 大乘的经典等等 还有一个《未曾有》 《因缘经》 像《百业经》以各种复杂的因缘 讲得很清楚 像《百业经》之类的 还有《辟语》 佛陀以非常浅显异动的一些辟语方式 说明深深的因果等道理 就像《辟语经》那样的 还有《七夜》 《七夜》又有长行文 也有偈颂 就像现在的《绵花莲花经》一样的 还有《幽婆提舍》 《幽婆提舍》叫《论义》 意思就是说 他以诸佛菩萨也好 或者弟子 通过问答的方式来解说明深深内容 这个叫做《有婆提舍经》 佛陀刚才讲了 因为知道众生种种根基的原因 每个众生都不同 所以有些众生可能讲《辟语经》给他讲 可能很有意义的 有些《百业经》给他讲 有些众生讲《绵花莲花经》很有 所以每一个众生不一定能接受 我们有些人 某个法 某个弟子不接受的时候特别伤心 啊 上师发传的时候怎么有些人生邪见哭啊 没有什么的 每个众生的根基不同 不一定是每一个众生都能切合所有 念佛陀的如果所有的众生都可以 有一部经典来完成那讲一个《无量寿经》 讲一个《金刚经》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 的确 比如说一个特别好的医生 他治病的时候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药 他对不同的病人开不同的药 就不相同的 以后尤其是一些 包括汉传佛教也好 藏传佛教也好 其他传传也是这样的 如果要弘扬传承或者弘扬教派 弘扬上师 最好不要有对自方的贪执 我的上师 我的教派 我的什么 凡是自私自利的心都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我们要寻找一个真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佛陀在宣讲《莲花经》的时候 也提到了九部经典 实际上每一部经典对众生的利益都是不同的 你看很多人念诵的时候也是有些人喜欢念这个经 有些人喜欢念《心经》 有些人喜欢念《金刚经》 有些人喜欢念其他的经 这是我们每个众生的因缘不同 那么下面讲到佛陀怎么样 他以善巧方便来给这些众生先讲呢 比如说有些众生顿耿的 他特别喜欢带有自私自利的一些小偿的法 他贪执于轮回的 生死轮回 不愿意处理 或者不愿意永久的解脱 而且这些众生没有在无量无边的佛面前 以前行持过甚深的 奥妙的道法 没有行过 现在有些时候智慧浅薄 信心不足 傲慢心特别厉害 这些其实是有很多因缘的 你不能说我现在烦恼很重 别人很好 别人背诵特别特别好 我背都背不下去 但是我们有些人现在心情很不稳定 今天没有什么事都是特别不开心 出米口粮的 明天有一会儿又开心 又开始云间的太阳一样 一下子就没了 这是什么呢 其实跟前世确实有很多的因缘 不然我们一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吃一样的饭 穿一样的衣服 有时候你看穿同样衣服的 吃同样饭的 这些像一些集体性的 现在一些住职性的 包括一些企业 表面上看到他们每个人都穿工作服 一个个都很好的 但是每个人的烦恼都是不同的 我都有时候看得特别整齐的那些队伍的时候 我想表面上这些人很整齐 看起来都是一个个都很精神 但其实内在藏的都不同的烦恼 他们在不同的时候 会不同的方式来爆炸 意思就是说有些众生耽着小佛 还有没有在无量佛面前做积累资粮 修饰法 而且各种痛苦所逼迫 所扰乱的 这些面前佛陀先给他们说 是暂时极灭的一些涅槃法 你究竟的大法和大乘给他们讲的话 可能不行的 所以暂时给他们讲一些 简单的苦尽秘道 或者简单的一些法 让他们暂时在这里修习 就像我们讲佛教里面讲 五种称 人称 天称 身文称 缘觉称 菩萨称 现在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前提出的生活佛教也好 以前人们讲的人间佛教 我们现在不敢提涅槃 不敢提更高的一些 空性和甚深的法 只是给他们讲 啊 阳神啊 健康啊 怎么样美容啊 皮肤是如何如何劣劣的 然后头发怎么样染啊 这样说的话 很多人特别欢喜 这就是给我相应的法 其实这是人间获得快乐的法 佛教当中也有 但是可惜的 他得不到解脱 这是暂时让众生获得一个快乐 还有一种法 今生当中我们修禅顶 主要是修禅顶 让获得色戒和无色戒的 或者是欲戒的 天戒的果位 这样也可以 我们平时让他好好地禅禅 没有出离心 没有菩提心的基础 没有这样的前提下 让他安住 这样也可以说是天成 可能下一辈子你不一定转到人身当中 因为你今天天天都是这样入禅禅 然后下一辈子变成到无色戒里面 八万个戒当中 或者色戒当中的一参天 二参天 或者这是大概的天戒 其实天戒有无数不同的状况 这些当中很有可能转在这些当中 所以佛陀暂时给大家讲了什么呢 讲了涅槃 为他们说这样的涅槃 佛陀设这样的方便 让众生淋入佛的智慧 曾经暂时没有给他们讲你们获得成佛 因为我们在一些圣文城的经典和论典当中 基本上是不提常无上的佛果 三妙三菩提 然后读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些都是没有说 这是为什么不说呢 这是佛陀的一种方便方法 直接给他讲 他就接受不了 一讲空性的时候原来我们讲六十正理论 有一个人说他实在是受不了 我说六十正理六十个颂词 希望你能不能听完不行不行 你如果讲一个因果 我还是能这样听 当时我们学院条件很差 人也很少的时候 可能我们汉族这边都是有几十个人吧 有一个人我们当时讲的六十正理论也不广 但是六十正理论确实比较难懂 我当时讲一个七十空性论 六十正理论 我说六十正理论 七十空性论你不听可以 六十正理论很短很短 六十个颂词 他说不行 不行 受不了 受不了 后来真的走了 有时候直接给他讲 没有方便方法直接讲的话 受不了的 连一步法都听不完 这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比较宽容的心态 现在世间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众生可以存在的 可以容有的 不要认为是因为跟自己的心态不同 跟自己的观点和传统 或者你的习惯有点不同 都是哎 你为什么是这样的 你应该是按照我的方式来 不能你的方式 你的方式的话在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 不能达成共识 你知道吗 这种方式还是有一定的 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达成共识 每个众生的习惯都不同的 所以你完全全部都要达成共识 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佛陀说 他以智慧 方便 然后暂时没有跟他们说 你得成佛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跟他们不说成佛的话 当时时期没有成熟 这个世间没有成熟 而今天因缘成熟 宣说大乘佛法的时候 他会说 决定大乘的法 因为暂时声闻缘觉 或者说初传法论的时候 没有这么讲 不讲的原因 这也是具有一种方便方法 我们可能很多人刚开始听佛语的时候 有些所谓的方便方法 完全是凭我们的一些想法来理解 其实这是错的 如果你长期的闻思修行 到一定的时候才会明白 原来是真正的需要一个方便方法 不要说成佛和讲经说法 甚至我们做事情也需要一种方便方法 如果没有方便方法很直接的话 许多事情都是成不了的 所以在人生的一些经历当中 不管是你对任何人 包括你的家人和你的同事和你的朋友 你的学生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也需要方法 跟你的上师和领导和你的老师 你上级的这些人要沟通的话 也方便方法的 有些只看上面 不看下面 有些只看下面 不看下面 我一样讲了 众生站在任何时候都是站在一个 四周都有众生 上下都有众生的这么一个群体当中 如果你有一个方便方法的话 你什么都可以看 我们现在发心人员当中也是 有些人很发心的 但是方法不对的 他们现在我们这里的法师 年轻的这些法师培养 让他们管理 但他们有些是很直接 直接冲下去 两个人观点不同的时候 非要拿一个字来让我签个字 然后用这个字来开始 你看 这个签字你同不同意 你看现在你不同意 你收了吧 这样结果也不是很好的 其实这个事情 大家应该很好地去沟通 这个很重要的 有一些方便方法 我们在世间当中也需要沟通 有些虽然自己有智慧 但是这种智慧 好像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结果自己也有很多的毛病 可以这么说 所以在做事过程当中需要智慧和方便 所以我的确越看佛经前辈的这些 神光法门的时候越有信心 即生当中遇到这样的法门 的确是非常荣幸 所以他这里讲前面没有说 直接你们成佛 佛陀说 我说的九部法 也就是说 上面包括《结幻禅师》 他们也认为九部法上面九个经典 也就是十二部经当中的九部经 那么随顺众生 九部经也是随顺众生 让他们这些众生随顺之后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最后溃入大城 所以宣说了这个经典 八万四千法门也好 或者三传法门 实际上我们那天说 比如说 父亲自己是读过大学 他可能想尽一切办法 让孩子要读完大学 暂时让他读小学 读中学 读中转 本科这些的目的 其实是他最终他自己读过的本科班 就这个一样 所以佛陀暂时设的很多法门 最究竟还是甚深的妙法大城 他下面讲 有些佛子应该说 发起的真正具有善根的 发起的一些众生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是有很多佛子心底非常清净 有信心和有智慧的 有心很柔软 对众生具有大悲心的 并且对世间和出世间法 什么都是能直接解剖 直接能了知的这样的离根 而且在无量无边的佛面前 曾经也是修行过甚深的妙道 这样的佛子可以说是大惩罚 那么佛陀他也授记 这种人未来一定会获得成佛的 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不是一会儿产生一个邪见 一会儿产生一个怀疑 一会儿产生一个分别念 好的给他讲了多少年都是生不起真正的信心 不好的话一个人稍微给他说一个过失的话 马上相信了 有时候福报浅薄的人可能信心很不稳定 不清净的 还对离根对众生有慈悲心 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跟他传讲大乘佛法 《妙花莲花经》 而且佛陀也授记将来这种人可以获得成佛 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呢 下面讲比如说这些人以甚深的心 一直念念不忘佛陀 并且长期以来也受持清净戒律的缘故 听到这样的得佛果或者大乘这样的法门的时候 他们自然而然都是大患心性变满愿 充满于整个身心 佛陀知道像这种思想和行为或者这样的信心 可以看为大乘佛法的法器 所以有些禅宗的 包括天台宗的有些大德解释的时候 他这里心念佛念自信佛 他说吃清净的戒律吃无相戒 也是可能说得比较高吧 这样解释也是很好的 因为他们心坎深处对佛陀有这样的信心 和受持这样的无相戒律 这种人听到大乘佛法或者妙华令化经 或者获得这样的消息 边边都是深信 欢喜 就像《入中论》里面讲的 听到空性的名称的时候 生起欢喜心的像一样 他这里说如果有些声闻或者一些菩萨 听到我佛陀所说的这些《妙华莲华经》等法 乃至一个偈颂都成佛 无有任何怀疑 他这里因为不管是什么 前面非法器的障碍都已经小了 真正的法器 佛陀的《妙华莲华经》 听到一个偈颂 暂时在生生世世当中随缘直接增上 很快的时间当中成佛无欲 所以这个功德是无有任何欺货的 我看过有一个叫做《圣相》 他写的叫做《法华传记》 你们方便的时候也看一下 里面有很多的感应楼 《法华传记》里面说一个人 好像一个老妇女吧 他整天都是可能生长在海边生活吧 他整天生活买鱼打鱼 像鱼腹之类的这样的 后来死了 死了以后到阎龙王那里 阎龙王问你在人间是做什么的 他就没有说话 再问他你到底在人家做过没有一件好事 他想了想去 后来想起来他曾经听过一次《法华经》一堂课 他一辈子当中只做过一次 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有些女友的人也是这样的 可能这辈子第一次的善行也是最后一次的善行 妇女 阎龙王当时说 那你听一次《法华经》你可以回人间 原来你是因为在人间的时候经常买大鱼 这个果报你可以堕入这个地狱 后来这个女的亲自看了一个特别残忍的地狱 很多渔夫在那里讲 非常非常痛苦的地狱 本来是你必须堕入这样的地狱 但是你听《法华经》的原因 你可以回到人间 后来这个人回来之后他就一直戒杀 因为他是怎么听的呢 他当天的鱼已经买完了 买完了以后本来每天都是他乘船回去 结果下一个裙瓶大鱼 他就为了堕鱼在海边一直坐着 海边好像有个寺院还是什么的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人讲《法华经》 他就好起心一边堕鱼一边到那里去听课 鱼下完了以后他课也听完了就走了 他彼此当中做过这件好事的原因 所以后来面堕 这个也许你们可能现在一些学术界的人 这是一种故事 这是一种传说 有可能这样的 但是我个人而言的确是非常相信 因果规律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也很喜欢 哪怕你们一堂课以怀疑的心也好 以嫉妒的心也好 以欢喜的心也好 有什么样的心态 你的耳边听说一个《妙花莲花经》 应该是人生当中不会耗尽的 这种善业是不会耗尽的 所以他这里也讲了 哪怕一个偈颂也见为称呼无益 这个非常有功德的 所以后来这个女人 她来到世间之后一直给别人 主要宣传《妙花莲花经》 她因为没有死 中间死了 我们有些人也是中间昏厥过去了 到阎龙王那里又回来了 有些是做大手术的 有些人也经常有这种情况 好 下面就是说 十方的佛陀当中唯有一乘法 我们这里最究竟来讲 十方所有佛的刹土当中所有的妙法 归纳起来也唯一一乘佛乘的法 而没有二乘像大乘和小乘 没有三乘 声闻 缘觉 菩萨场 在究竟来讲是没有的 只不过暂时来讲 除非佛的方便方法 仅仅是以假命的方式 以一些家里的名称来引导很多很多的众生 所以暂时说善称也是说佛的智慧 暂时这样说也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三乔方便 有三乔方便的时候 我们给别人讲经说法不一定非要提一些经的名字 也不一定非要提一些上师的名字 有些他们不喜欢听的一些上师最好不要提 一提的话他们就可能退了 什么都不提 上师所讲的道理提的话他也许能接受 有些佛陀的名字不提 如果佛陀一提的时候不喜欢佛陀的 尤其是现在世界上的很多思想 我以前住在山沟里面 我周围的全部都是佛教徒而且都是特别有信心的 接近二十年当中基本上接触都不多 虽然法王当时出去的时候我也跟着去 但是跟着法王去的时候好像下面接触人都不多 每天都是看上师怎么做上师会不会批评我 一直胆战心惊地跟着走 所以不能了解下面很多人的 然后这几年以来我就去一些世界各地 可能五大洲的不同的众生 然后一想起了 原来不应该光以佛法的方式来说法 不然很多众生是无法接受的 这辈子怎么样杀了他也没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们只要是能帮助他能接受他 那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 所以文殊菩萨很了不起的 他在外道当中他有很多的行为 最后可能你们将来也是有很多人 各个地方接触不同众生的时候才会了解 原来这个世界上我们偏偏讲 神义地 世俗地 诸佛菩萨 甚深妙法 法无上菩提心 出离心 菩提心 这样不一定能饶益 所以有时候你看佛陀也是 除非是佛以方便方法来 以加力的方式来引导众生说佛的智慧 那么诸佛出世于世间唯一的一件大事 我们昨天也是想佛出世 有一件大的因缘出世 那么这个出世实际上只有说大乘佛法 这就是他的因缘 也就是利益无量众生 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其他真实的 终究不是以小乘的方法来度众生的 暂时来讲应该可以的 暂时我们对圣文诚也好 人诚也好 天诚也好 人间佛教也好 很多都是 我们也不能诽谤 确实不能诽谤 因为自己跟起不可的时候 现在有些人开口心 非常的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当然一方面说话可以自由的 有时候自由多说一点 如果说了很多的这些语言 也许他自己好说一点 但有些人因为前世在这方面的习气比较重 可能说得很多的 这样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这里讲 并不是以小乘的方式来度众生的 佛陀自己住在大乘的境界当中 而且他所获得的法 他如是所得的这些法 全部都可以讲以甚深的禅定 妙高的智慧 还有度化众生的能力 所庄严 物庄起来 然后以这种方法来度众生 佛陀的唯一度众生方法就是智慧 禅定 力量 能力 也就是说智悲力吧 我们可以说智慧 有时候是智悲力 有时候是定慧力 就是定慧能力 这个能力还是需要的 如果没有能力就光用一个智慧 现在有些人很有智慧 但是一点能力都没有 有些特别著名的教授 我那天看到他智慧很不错的 我在国外一个特别著名的教授 他因为读的波数后一层一层 而且他觉得全世界最顶峰的一些 但是他现在自己的生活都是很困难 我看你的介绍 你那么厉害的话 那你怎么生活很困难 他说 不知道可能业力显现 虽然我的学历很不错 我自己也认为 我的智慧也不错 你看我全世界的 包括英国 美国 还有日本的 这几个国家最顶峰的学校里面 都完成我最高的学业 可是我现在生活 我住的房子 房间房费也交不起来 在一个大学里面人交 很多困难 有时候人的能力还是有 虽然有智慧 有其他的 但是没有能力和没有福报 也有一定的困难 他这里在讲 佛陀自己争了无上的道 而且他所争的也是大乘的 显空无二平当的法 如果以小乘方法来度化众生 哪怕是对一个人这样去度化 佛陀应该说他是堕入一种吝啬和贪着的境界 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佛陀所证的 实际上就是大乘佛法的最高境界 而不是小乘 除非是有一些暂时利益众生的方式 以小乘的方法来度众生是可以的 但是最究竟来讲 他绝对不是以小乘为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他自己真的是显空无二最高的境界 然后给众生 给的不是最究竟的话 那应该这是很吝啬的吧 你看你自己是最高的境界 然后给利益众生的时候 他只有一点赐给其他众生 那这不是佛陀的义趣 哇 这个小孩唱得很好 可以 哭很好 下面就是说如果有人信仰皈依佛陀如来 也不管对战士也好 对究竟也好 不会欺惑他 不会欺款他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佛陀从来在因地的时候已经断除了贪心 诚心 嫉妒等等意义 应该是法华宣战当中说 这个所谓的恶就是烦恼和业 痛苦 也就是说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已经断除了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业 所有的痛苦 这样一来在整个十方世界当中他是无所畏惧的 好像藏文当中无所畏惧说是令众生侮辱佛道 也有这个意思因为皈依佛陀不会有欺货原因是什么呢 他没有欺货的因 像世间人的话我们会欺货别人的可能不可靠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贪心 他有自私 他有习气 烦恼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这些没有的话佛陀不会的 所以佛陀唯一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令众生成佛他会这样的 或者说十方当中的这些佛在十方当中也可以说 就像宣战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佛以四字虎的比喻来无有畏惧的 因为他说的真理在世间当中没有超义 现在的有些人可能对佛语也在说 但这个说是可以说到底能不能播持呢 我们也可以用真理来观察这个意思 然后佛陀说我以非常庄严的相好 还有光明照耀这个世界让无量的众生 因为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他的项目非常庄严 身上有光很多声闻和阿罗汉都是也非常羡慕的 让无量的众生非常尊质 这样的方式给众生宣说诗相法音 也就是说最究竟的 最空性的 我们四法音当中也是最究竟的 诗相的法 我们可能暂时给众生讲经常有非诗相的法 佛陀最究竟的时候给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诗相法音 舍利佛应该知道佛陀他说 他自己在本来最开始的时候发了愿 离得这种誓愿 离得什么誓愿呢 离一清众生像我一样 一目一样 获得无上圆满证据或者三秒三菩提的果位 我们在《白华经》当中也看到了佛陀曾经 尤其是释迦牟尼佛曾经在海誠婆罗门时代的发心 发不败大愿 我们原来《百年转》当中都有五百大愿 所以他这里让众生也能度化发了五百大愿 佛陀说如我昔日发愿那样 今天已经全部都圆满了五百大愿都已经圆满了 正因为这样可以化一切众生凌入佛道 因为佛成佛了他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教法 而且让我们很多人通过修行之后 获得了战胜和究竟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修行人通过佛法 我们先暂时不说成佛在世间当中心灵得到的利益 每个人应该清楚地若人饮水 凌乱自知 应该只要修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修行很多人都给我讲过 就是说如果没有修行没有很好地去学佛 那现在这个人生不知道变成怎么样 因为现在世间越来越复杂 尤其是山沟里面好像整天都是不看新闻 可能还比较平静还算可以的 一看新闻全世界的恐怖袭击 包括现在的经济比较下滑 包括水的问题 空气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像是二十一世纪 原来人们都觉得应该是最美好的 可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和二十世纪的人 十九世纪比较起来不知道是谁快乐 也许现在我们不管是哪个地方 路越来越窄 车越来越多 人心越来越复杂 但是人越来越忙 包括我们修行人有时候也是比较 他们有些人给我说 你怎么不接电话 堪布 你怎么不接电话 你怎么不会信心 我说我吃饭的时间和睡觉的时间都有时候没有 那怎么还有这个时间呢 所以吃饭和睡觉对个人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 但有时候可能我们忙碌 也许跟其他人比较起来也许可能好一点 我说实话 我的很多忙碌 包括翻译 每天很多的包括讲课 还有一些学员的事情 真正跟自己一些私人的事情可能不是很多的 这样也许好一点 但始终事情比较多的 原来台湾有一个法师他说 大概是我在十年前听到他在视频里面讲 总觉得时间不够当时我不太忙 我想怎么时间不够时间还是够吧 我当时产生过这样的分别念 但是现在看了好像时间都确实不够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佛法可能觉得很累 很痛苦的 但是因为有了佛法虽然嘛但是很开心 不管什么事情都发生好像都因人而解 对我来讲是这样的这不是我装着的 也不是说给大家随便有什么的 不管是什么事情好像觉得很简单 人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会发生的 什么事情好像在我自己的心态当中 觉得应该很快乐的 有这种感觉 这个是什么带来的呢 我想肯定是 绝对是佛法带来的 如果不是佛法的话我经常在想 我当年没有遇到上师 没有这么多年以来闻思的沉淀吧 那这样现在有些复杂的事情 遇到的时候虽然穿着出家人的衣服 但是可能心里也很糟糕的 也很痛苦的 很有可能 所以也特别感恩大恩上师如意宝 和其他所有有法恩的这些上师们 这些上师们带来的力量真的是永久都是无法汇报的 这种力量并不是意识的 而且他跟我在阿赖耶上面 生生世世的 根深蒂固的 有时候想起来很多上师的恩德 因为我到现在跟汉族这边传法马上要三十年了 原来我发愿三十年 从八七年开始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接受很多上师们的这些法恩 自己也在 尤其是在二十年前吧 法王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我们学院当时也有很多的老堪布 现在基本上很多都已经圆寂了 我那天用自己的手指来说那个堪布 那个堪布 基本上很多都 时间不够吧本来我想数一下 说什么 刚才说到这样 今天好像我会想说的时候 有时候不想说的时候也有点差别 众生跟业力不同 刚才讲到哪里讲到 说 如果遇到众生 以各种方式来教授佛道 这个时候无知者如果没有智慧的人会错乱 迷惑的人他们迷惑不受教 在佛陀遇到众生用宣说妙法的时候 其实有些没有智慧的人分别念中的 他都根本没办法去接受的 烦恼中的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后来的很多高僧大德传记里面看也是一样的 我以前看过 麦彭仁波切的大弟子堪布耕华尔的传记 堪布耕华尔又说是 现在我们时代的这些港墙南华的弟子等等 这样的时候我当时想原来是当时 应该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大成就者 他们的时代当中也有很多港墙南华的弟子 每个时代都有 下面应该讲的五浊二世吧 有些汉地的咒识当中把它作为 我们说的是五浊吧 众生浊 寿命浊 烦恼浊 见戒浊 有五个浊来比喻讲的 首先是众生浊 他说我知道这些众生 很多凡夫众生以前根本没有修过善 没有修善本而且坚固的执著这些五浊 五浊的话一般财 舌 名 食 水 汉地也有这样解释的 也有五浊的话色生香味出五浊 五种妙语吧 我们经常讲的 他们特别坚固地耽著于妙语 而愚痴的缘故不断地产生烦恼 还有以欲望和因缘引起 他们都不断地堕落在地狱 饿鬼 旁生的善恶道当中 或者在六道轮回当中经常感受苦苦 一直不能得到解脱 耽著无语之即是解脱乐 应该是在《庄严论》当中 《庄严论》 《庄严论》 《庄严论》里面 说是十项善也就是证悟空性的善 很多众生虽然做过一些善事 但是没有关于空性方面的 十项方面的善没有做过 这样的原因 他一直不断转流在轮回当中 所以众生很可怜的意思 这是众生虽 下面第二个是宿命虽 也就是说明虽 众生受了胎 入胎以后形成了一些 包括铃罗 入鱼 入鬼 胎中的其中过程 那么这样时时常成正障 众生不断在轮回当中扭转 生生世世不断地扭转 这样福德微博这些人也被各种痛苦所逼迫着 意思就是我们的众生在世间当中 尤其是太盛的这些众生在世间当中 也受的苦非常可怜 下面是见解咒 第三个是见解咒 入了邪见的秘令 如果执着油或者执着物等等 依靠这种见解 总共具有六十二种 六十二种以前在讲《入中论》的时候 也是讲过吧 我们依靠无云 比如说舍云 它舍和我之间有四种 舍是我 还是不是我 或者舍依靠我 不依靠我等等 当然有几种分析方法 这样的话 依靠舍有四种邪见 那么一颗舍有其他的每一个云有四种 四五二十 然后四五二十还有 我们怎么讲 短和四五十二是怎么算的 还有长剑和短剑来 无云都是怎么算的 好 再看一下吧 再看一下吧 到时候你们再看一下 我忘了这个里面的六十二种世界 应该《入中论》讲义当中有的 这个是四种 长剑和短剑 怎么算的 好像我没有看 应该再看一下 我们下一节课再看一下下一节课可能一个月以后啊 哈哈哈哈 下面是讲 我看这个要不要讲 也可以 讲到什么呢 讲到烦恼主 众生有甚深耽着虚妄的法 坚守不可舍弃 有自己的恶慢 公告恶慢 自己认为还有缠取的心 一直缠着众生 这个是烦恼 我们知道众生有我者有我慢 本来虚妄 执着为实有 接着的话 予以千万的一劫当中不闻佛作的名号 连一个佛字都闻不到 也听闻不到正法 如是这种人身 特别特别可怜 所以说这辈子在座的人至少也是有听闻佛法的机会 或者难得的机缘非常有意义 本来我想还讲一点 但可以吧 就讲到这里 十古舍弃佛 无畏四方便 所诸净苦的十之一粒 我虽说粒本也是非正义 诸佛从本来 本来讲下面也可以 我看时间 嗯 传承念 行 讲到这里吧 讲到五桌 不行 还要再讲一遍 好像这里 好 这里听有点不好 所以这个舍弃佛我以设各种方便方法 所断除痛苦的道 佛法 然后解释了涅槃从小乘到大乘之间的当中 佛以各种不同的方法 死地的方式来断除每个众生的痛苦 解释涅槃 我虽然说的涅槃 但是这不是真实的灭 这个涅槃一切万法都是 按照声闻的涅槃 一切万法都已经极灭 但实际上它也并不是一个单空 也并不是真正的一种极灭 因为从中法的实现和本来来讲 实际上它自然有一种极灭 也就是说 它这种极灭远离四边巴西的 不是一个单空的灭顶 所以一切佛子行持这种道在未来世的时候才得作佛 先我们暂时从圣文成开始给他们讲一个涅槃 但是这并不是究竟的涅槃 究竟的涅槃要选做大乘唯一的异乘法 唯一异乘法说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一切诸法他的自信 长自自信灭向 也就是说 每个法并不是我说了 暂时它就击灭就击灭了不是这样的 一切万法本体就离习论的 这些佛子们行了这样的道之后 在未来是可以作佛的 如果你没有先 就像我们讲《定戒宝当论》的时候 先讲单空 断除我之和实之 然后逐渐逐渐进入其他的 比如说大乘 卫士和宗观里面 所讲到的空性才是适合的 所以我们学习大乘佛法 刚开始直接进入 像宗观音程派一样的 直接进入空性不太合理的 应该先举着像圣文成那样的空性 就觉得容我 然后逐渐逐渐再进入 这是最好的方便方法 我有方便力开始生成法 所以佛陀有方便力来开始生成法 一切诸师尊皆所依成道 所以最究竟来讲 一切师尊所究竟的依成道 好 尽此诸大众皆因出疑惑 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应该断除疑惑 这个疑惑在佛教当中是很大的障碍 我也希望大家应该产生智慧 尤其是在《妙花莲花经》的学习过程当中 可能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信心的人 很多人不一定能接受 因为这个法的确是 一般人没办法接受 这个我们前面也讲了 因此学院也好 学会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当中自己也要观察自己 人生是非常难得的 如果自己人云业云 跟着这样 跟着那样 比如说 对我没有任何的损害 《妙花莲花经》没有任何的损害 但是你个人来讲 也许可能有一些损害 所以今天这个缘起 我也在这里讲 佛陀说 今天在这个大众当中 希望你们应该出疑惑 因为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佛语其实不会起火的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 唯一的一场 就是没有二场的 这就是佛的最究竟的 那么我们这边也是这样的 我们唯一的《传家棉花经》对大家有利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应该用自己的信心和智慧来观察 因为中间这个《棉花莲花经》 因为我有很多的事情 包括《大乘经》《庄严论》 暂时可能要接近听一个月吧 我们想是八月中旬的时候可能会开始 具体在那个时候通知 我们现在还不是知道的 《《传家棉花莲花经》 能究竟圆满的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 如果究竟圆满的话 那最后一天中间所有的课圆满听完 我也会给大家发一个传承证 这也是个因缘吧 在你们人生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人生当中也是遇到《妙花莲花经》 而且跟大家共同学习 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有可能 比如说我身体不好有时候这样那样的事情 但这些我们不会当着死的 所以我们要下的决心一定要完成的 这是根本不会以其他任何的因缘 让它暂停或者不可能的 所以我只要在这个世界上 我会把《《妙花莲花经》圆满地跟大家讲完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听受的过程当中 自己有一种坚定的信心和甚深的智慧 这样一来所得到的利益应该说是会有意义的 就是说有意义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让我们知道也认为 还是记得张 retirement 我今天想要想把它复杂 all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